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外东北就是那时被抢走的 如今外东北已经变成了俄罗斯犹太自治州 那么沙俄抢走的中国外东北为啥成了犹太自治州 原因很复杂 外东北区域外东北简而言之就是东北外面 这块区域包括黑龙江以北 外星的安岭以南 乌地河与外星的安岭之间 乌苏里江以东和库叶岛 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 共计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历史上 这些土地曾先后为富于 视为黑水墨河 契丹 女真等民族与唐朝 辽朝 经朝 元朝 明朝和清朝等朝代 直接获建计统治 根据历史管辖来看 这些都是中国的土地 然而 在1689年9月7日 中俄签订尼不楚条约 划分了中俄两国 东部边界 除了乌地和代义地区以外 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 包括库叶岛在内的广大地区 属于中国领土 19世纪五六十年代 沙俄通过爱混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等不平等条约 逐步夺取了这片约占中国十分之一领土面积的土地 因此 获得了丰富资源和东际亦可通行的悠良天然海港 弗拉迪沃斯托克 海深威 就这样 外东北离开了祖国的回望 通古斯人外东北这块区域生活的 本来没有犹太人 而是通古斯人 这块土地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 处于地广人稀的地方 既然归自己了 就要大开发 确保能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1891年 沙俄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一部分俄国人在铁路的沿线建造定居点 让这里有了生机 不过 对于其他俄罗斯城市来说 这里还是太萧条了 当苏联登上历史舞台后 外东北区域发生了变化 一些犹太人路 陆续续来到这里定居 为啥犹太人会来到这里呢 主要是苏联政府的推动 犹太人自治州 犹太是一个迁徙的民族 遍布欧洲每一个角落 当时在苏联境内就有三百多万 因为战乱 这些原本从事商业的犹太人 如今已经变成了无业游民 如果不解决他们的问题 势必会影响国内的稳定 更主要的是 犹太富国主义运动高涨 国际社会都在呼吁 要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家园 苏联成立后 就以大国姿态对话世界 认为应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为他们建造一个家园 最开始 犹太人想去克里米亚 但是 克里米亚人民不干 自己的生活本来好好的 突然来了一些外地人 势必会打乱原有的生活秩序 既然克里米亚人民不同意 那么去哪呢 这个时候 苏联领导想到了外东北 那里地广人稀 让犹太人区域太合适了 可以填补南里人口稀少的空白 就这样 在1928 年3月28日 苏联通过了决议 设议犹太民族行政区 地点就在外东北区域 犹太自治州1934年 这地升级为俄罗斯犹太自治州 最开始 来到这里的犹太人很多的 一度曾经达到了城市人口的20%左右 但是不久后就越来越少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 直接与犹太自治州相连 一下子让犹太自治州成为战争前线 为了拉拢犹太人 日本人炮制了和屯鱼计划 准备在黑龙江 也弄一个犹太自治区 利用犹太人来开发东北 这一计划引起了苏联高层的关注 怀疑日本人极有可能收买 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 为其提供情报 所以 苏联对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 进行所谓的清洗和管制 导致了犹太人口的减少 二战结束后 又开始了冷战 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恶化 再次加紧了对犹太自治州 犹太人的管制 很多人说 生活的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 就好比生活在 一个大监狱一样 处处受到限制 种种原因 导致犹太自治州里的犹太人 数量大幅减少 根据资料统计 在犹太自治州的民族构成中 俄罗斯人占83.2% 犹太人占4.2% 乌克兰人占7.4% 白俄罗斯人占1% 达达人占0.7% 其他民族占3.5% 在这个统计中 犹太人的犹太自治州的人口比中还不到5% 真是一个笑话 参考资料 俄罗斯远东的犹太家园 20世纪20 30年代 苏联犹太肯直运动研究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